科技焦点 西班牙世界行动通讯大会MWC 今天是正式的登场 这个舞台是汇集了全球最新的行动装置的趋势 而我们的新闻是出动了两组的采访团队 为观众朋友带来独家的角度 而讲到整体的趋势还是计较在智慧手机的升级 还有破坏式创新 相当特别的是在面板上的突破是最显著 像是弯曲荧幕或者是指纹辨识 会如雨后吹损般大量的应用 另外大批的穿戴装置也会在今年有爆炸性的成长 而至于外界原先预期的车联网还有物联网的发展 似乎这声音比较小 专家学者就认为了 这应该还有很多的压箱宝都还没有展出 预计在年底就会有消费端的产品来问世 不过讲到当然最主流的还是手机市场了 这些科技大厂把疯狂的想法 只化成了实际的应用 以后的高阶手机会朝向透明路线来发展吗 大陆的火湖就率先展示出了透明手机 而讲到了手机的安全 苹果iPhone的指纹辨识已经不够看 现在有更先进的红魔辨识 来看看我们的特派记者 范玉娟 杨志杰在巴塞隆纳的直级报道 黑凡新闻团队冰粉二路要带您直击酷炫新品 现在马上一起出发 Let's go 好了小真 5G已经不再只是比4G的速度更快而已 跟着我一起来到这个5G的体验馆 来看看里头的新奇装置 来到这个5G的摇篮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基础设备都在开发了 包括这边有这个传输速度达到10GB的这个网路 另外呢可以看到呢 投入这个领域的players非常的多 像是这边可以看到 像是包括三星以及诺基亚 都已经有设备可以实际让你玩了 5G绝对是方向嘛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只是说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不过也不需要很多事情不需要 一定要等到5G 这个整个的应用 因为技术的发达发展已经很快了 就是行动之负责的这个渗透率 您觉得说今年度会低 今年不会太大 我想今年那个有个10万 我不晓得 10万20万恐怕就不错了嘛 中华电信也在现场展示了他们的行动支付系统 像是呢 用手机来使用悠游卡 其实不稀奇 但是特别的是 他们是和日本的电信来合作 上头呢 也可以使用日本的悠游卡 把智慧手表和车子的手把 靠在一起就可以自动解锁 想要启动车子也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智慧手表呢 和NFC做配对之后 轻轻按一个钮 你的车子就启动了 已经进入你生活中的这个车联网装置 可以看到呢 这一台已经在市场上贩售的福特电动车 而这个呢 是属于新开发的专属APP 可以看到呢 上头有很多的可以告诉你 附近哪里有充电站 而欧洲街头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站点了 另外呢 再点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的是 这一台电动车 现在还剩下多少电 需不需要充电 今天大家看到了 智慧手机跟平板电脑的最新运用 以及车联网5G行动支付的最新发展 想看更多的NWC抢先报 请持续锁定非凡 以上是记者范运阵洪荣斌 杨智杰苏伟 在巴塞隆纳的采访报道